瑞士近代分析师表示,尽管特斯拉的Model X遭到了产量不足的短期问题,但是应该能够实现其第四财季的产量目标。 分析师称,一级2016年,特斯拉公司将带来更高的盈利,其中的Model X轿车将会带来每股7美元的增量盈利。 瑞士近分析师维持对于特斯拉超配的评级,以及325美元的股价目标不变,但过去一个月之内,特斯拉股价已经上涨4%,而标普白指数涨5位1%。